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大智大赢 不辞辛劳 弘法度重的恩师 感恩各位前来祝愿 护持重法的大法师们 感恩印尼当地心情付出的义工们 感恩马来西亚义工们的大力支持 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我们共同追随恩师弘法的脚步 成就了现在人世间 我们殊胜的佛友佛情 谢谢大家 他在做报告的 好好唱啊 弟子在此首先代表 新西兰共修会全体佛友佛子 给恩师拜年 祝恩师法体安康 久住世间 同法顺利 今天 借此机会 新西兰共修会共有两个问题 请恩师慈悲开示 我们新西兰的 第一个问题 西方国家 圣诞 新年 都习惯 送瓶酒 作为礼品 对于不饮酒的学佛人 如果把这些收到的红酒 在网上卖出去 或者送给别人 都会有业障吗 如果有 那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酒 还有 在饭店吃饭 比如大家举杯敬酒 我们学佛人用饮料敬酒随礼 对方因我们住酒 水里而喝了酒 我们会不会也有业障呢 首先 比方说 因为这个都是数量的问题 量变到质变 偶然的 人家给你送点酒 就几瓶嘛 你网上如果卖出去的话 你换点钱 放放生 很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又不是天天送你酒 对不对啊 那你就变成网上开商店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比方说 你敬酒 跟人家有益 你拿个饮料 那么对方喝酒 因为对方 这个人 他本来就不一定羞的 他喝酒的时候呢 他是他自己 一切都是由他自己的 并不是代表 你敬他的酒 他喝了 就是你的业障 应该不是这样 因为他本身已经喝酒了 并不是你逼着他喝酒 你叫他 如果你是拿着茶杯跟他讲 那你喝酒 我喝茶 那么你有业障 听得懂了吗 谢谢师父 第二个问题 如果经常梦见同修 是不是梦见不一样的人 也代表自己的修为的水平 比如经常梦见好的 修得很好的同修 说明自己最近的境界 和他们差不多 梦见修得不太好的同修 是不是也说明 自己最近修得不太好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有道理 实际上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当你在梦中都能梦见好的人 实际上你的境界就是高了 如果你能梦见观世音菩萨 那肯定是你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接近 比方说你们今天能够跟台长接近 整天跟着台长 说明你们都是有修的人 不好好修的人 他怎么会跟着台长出来修呢 对不对啊 所以梦中梦见谁的确对你是很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说经常跟好朋友在一起 跟修行好的人在一起 你就经常能够梦见他们 所以这个是成正比的 谢谢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我们新西兰共修会 一定更加精进学活 努力弘法 广度有缘 期待恩师今年11月初 再次驾临新西兰 期待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前来新西兰祝援 再续佛庭 谢谢大家 谢谢师父